小波也征得经理同意 战战兢兢的开车把石膏板客长平安送到了家 由于石膏板客长越来越花心 小波一扶他回到公寓之后 石膏板客长的狼性就发作了 一下子假装动都不能动了 要小波倒水递毛巾 一下子上厕所 小波在旁边缠扶着 把头转开就好了 到了晚上 也不放小波回家 教小波欺骗父母要临时出差 客长可以作证 天哪 可怜的小波 刚踏出社会就遇到这样的主管 谁说难怕入错行 女生也是一样的 一直到了晚上九点多 石膏板客长看小波已经累的打瞌睡了 就使出杀手见招了 他说 你可以帮我把胸口的压痕擦一擦 不易补石膏吗 小波回答 好的 我去拿毛巾 石膏板客长 赶忙叫住他说 小波 等一下 你扶我去浴室吧 在浴室整理比较方便 不会石膏粉掉一地 拨好整理 小波不宜有他 还感谢客长体谅他的辛劳 他将石膏板客长扶到了浴室 让他坐在了刚刚准备好的小椅子 到了浴室 石膏板开始露出狼牙 让小波帮忙脱衣服 让小波擦拭自己的身体 以便装痛装痒 还故意把小波的衣服弄得一身石膏粉 整理完后 让小波扶自己回房之后 他可以先去洗个澡 小波瞒完后 一身狼狈不堪 只好去梳洗一番 没想到石膏板客长这时 竟然从床上跌下来 哇哇大叫 小波身上裹着毛巾就跑出来了 保了石膏板客长的眼睛啊 折腾了一个晚上 小波在小孩房里睡了 这小孩房是石膏板夫妇为小孩准备的 一直没有用上 刚好给小波休息 小波至少将房门锁上了 保住了房线 谁说一个巴掌拍不响 主动拍在别人的身上 不就响了吗 该防就要防 您好 我是汤姆一号 敬请订阅电子书倡议阅读 请不吝点赞 订阅电子书倡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电子书倡订阅